原本落于夏丰的凌晨凌飞的九离战队 随着五位战队的加入 从人数上便是占据了优势 唯有那四星斗仙的温奇在其中搅动风云 很是不好对付 不过龙翼已经突破到了二星斗仙 传承了黑龙王煮九阴后 龙翼随着实力的增长 传承的强大也在渐渐展露了出来 并且比他一样是龙族的龙士天 也是达到了一星斗仙巅峰 二者表面实力要去对抗一名四星斗仙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不过龙翼和龙士天显然是异类 因为龙族天生战力便是出类拔萃 他奶奶的 龙翼 士天 谈他 龙翼和龙士天都还在助力观望局势之时 孝战也是猛然冲出 如同一支炮弹一般轰向了温奇 一名斗帝也敢来献丑 简直找死 温奇看着冲过来的孝战 发出一声嘲笑般的冷哼 一挥绣袍便是有一道筋梭浮现 化作一抹金芒 刺向孝战 灵晨和灵妃也是注意到了孝战的实力 才不过是九星斗帝 这简直就是去送死啊 三星斗仙的他们 对付起来都是极为棘手 一名四星斗仙 想要秒杀一名斗帝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 然而就在灵晨和灵妃骇然的目光里 孝战手掌之中的黑神山顿时化作了百丈大小 只见孝战抡起黑神山便是胡乱挥舞 四周进风呼啸 远远的都能感受到黑神山极为不凡 一声催响 原来是温奇的筋梭撞在了黑神山上 那巨大的黑神山挡住了一切 在温奇衍生一凝中 孝战单手托着黑神山 由于黑神山的巨大 孝战的身影也是显得只有一丁点 孝战猛地一抛 黑神山顿时冲天而下 一寸寸空气都被碾压地发出了阵阵阴暴 满身肌肉的孝战没有丝毫的畏惧 身后猛虎咆哮爆裂而出 到底也能这么强吗 灵晨和灵妃二人 面色此时不知道是多么诡异地 看着将温奇压制的孝战难以置信 而就在此时 孝战的身影顿时倒舍而出 半空中一口鲜血喷出 身上的黑神铠甲被刺穿了一个洞 温奇的身影缓缓地从黑神山之后出现 眼神冰寒 说道 其实倒是惊人 不过仅此而已 孝战倒舍的身影忽然停住了 一双有力的臂膀挡在了他的身后 孝战都不用抬头去看 便是知道 身后一定是他的兄弟 不是龙翼便是龙翅天 为什么 次次小手都能装馋成功 到我这里只有挨揍的份呢 孝战抹去了嘴角的血字 脸上竟是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一起戳手 解决他 龙翼天怒喝一声 龙翼拍了拍在他怀里的孝战 没事吧 孝战顿时身体一晃 再度暴戾而出 脸上露出恼怒 龙翼 你小看人了啊 开玩笑 这样的攻击怎么可能打倒我 看着再度冲出的孝战 龙翼和龙翼天 皆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身形也是微微一阵 顿时暴裂而出 凌晨和凌飞 也是没有丝毫的遗迟 也是猛然冲出 加入了围剿温奇的战斗 而双方的队伍 也是交织在了一起 虽然无尾战队的九离战队 实力都比较弱 但是 人数也是可以弥补一些实力的 三十几人 以十几个人的战斗 竟是保持着僵持的状态 双方都有受伤 不过 皆无溃败之意 而温奇 本可以凭借自身四星斗仙的实力 进行碾压 但是 凌晨和凌飞 三星斗仙中期 加上龙翼 龙翼天 和孝战 三名肉蛋 令得他一时半会儿 也是脱不开身 而五色古灵犬旁 战斗激烈 可唯独 萧炎和泽义 在相互对望 未曾动手 泽义身上 有着淡淡的紫黑色光芒浮现 其额间 竟是出现了一只 蛟龙模样的图案 他的先知云气 竟是如雾气一般 缓缓扩散而开 而随着紫黑色雾气的扩散 在他的身后 一道星红的蛇信吐出 旋即一颗胶头 缓缓出现 这泽义的大道 也或许就是他的本体 但萧炎都并不在意 甚至还懒洋洋地 伸了个懒腰 然后 极其不耐烦地看着泽义 说道 四星斗仙 真的很强吗 为什么 各个四星斗仙 都是这副无敌的模样 令人烦恼啊 强不强 你事事便知 四星 可不是你这个 刚刚踏入三星斗仙实力 可以比你的 免压你 也是随便之事 这次没有那两只凶兽助阵 如此 你便没有了靠山 现在的战况 似乎你还要和我胆挑 真是可怜又可笑 泽义森冷地开口 脸庞之上 便是写满了自信 萧炎 则是轻轻一笑 看着泽义的模样 缓缓开口 你这样自信的模样 在我眼里 更像是畏惧到极限后 强装出来的模样 不论仇恨 万界争霸赛 只论生死 多说无意 动手吧 萧炎眼神微锤 手掌一握 身上的火焰便是喷涌而出 将四周的黑暗 都是驱散开来 但萧炎控制火焰 并未灼烧树木 因为那般 才是真正地把位置 给暴露出来 望着萧炎身上的火焰涌动 泽义脸庞 也是涌现一抹寒芒 因为它被萧炎说中了 它害怕 怎么可能不害怕 区区一名二星斗仙 轰碎过五星斗仙的怪物 但是他知道 逃避终究不是办法 而且突破到四星后 更是给了他一抹自信 泽义双眼微眯 盯着萧炎 大步走出 冷笑道 不知你可否听说过 斗神联盟已经放了话 谁能杀掉你们 谁便可直接加入斗神联盟 甚至接下来的比赛都可以不必参加 萧炎文言 眼神也是微微一宁 看来 在他轰杀了江崖后 斗神联盟派出的暗影暗杀他们 失败了 孙宁显然并未把希望完全寄托给战队 孙宁绝不允许斗神联盟会有这般耻辱的事情存在 唯有不惜一切代价 灭杀无畏战队 那么看来 你好像也很想加入斗神联盟 萧炎轻声一笑 开口道 泽义不可否认地点了点头 他所在的戒空名为古兰 也是一个中等戒空 不过相比起来 斗神联盟这种实力 就算一些上等戒空 都是对其忌惮不已 这样一座靠山 有谁不想加入呢 不过 相比起加入斗神联盟 如果能把你们灭掉 我想我能得到更多的选择 泽义冷冷一笑 开口说道 他口中的更多选择 自然是一些更强大的戒空 不过 斗神联盟这般的势力 即便包揽整个万界 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想要进入斗神联盟的强者 已经是数不胜数 当然 也有一些上等戒空 实力不凡 正因如此 斗神联盟 并未真正地做到一家独大 即使斗神联盟 如今很强大 但是若是上等戒空 联手对付 斗神联盟 也是难以抵挡 而这些上等戒空之罪 便要当属 天葬王的戒空 冥戒 但是 冥戒 却从不向外招收弟子 更是从来不会通过 万界争霸赛这种比赛 来招揽强者 并且冥戒 是不允许他人出入的 所以 冥戒在万界之中 乃至整个戒空 都是一个谜团 真正进入的人 少是又少 就算能够加入进去 也从不露面 而其中强大之辈 却是极多 斗神联盟 曾几何时 也寻过冥戒的麻烦 结果 自然是不言而喻 斗神联盟 输得惨不忍睹 至此之后 斗神联盟 就极少招惹冥戒 而冥戒的存在 也极大的限制了 斗神联盟 霸道嚣张的气焰 但时隔已久 斗神联盟 经过修养生息 已是变得越来越强 也许 斗神联盟在等待 等待 能够统治万界的那一天 又是一只 斗神联盟的狗腿 也许 这斗神联盟强大的 令人有些烦恼 算了 先杀了你 解解心头之闷 萧炎说完 眼神陡然冷立 身形一动 手中的天火横骨齿 便是瞬息凝聚 闪电般爆裂而出 火光冲天 火焰将泽意周身 能够退避的空间 尽数封死 望着爆裂而来的萧炎 泽意手掌一握 手中一柄蛇形之剑出现 寒光碧露 紫黑雾气 盘绕其中 萧炎 时影漫天 而泽意 手中剑影 宛若蛇爪一般 蜿蜒屈饶 回出去的剑光 竟是柔韧如蛇身 两刀力量 在空中交织 撞出了一连串的火星 三星斗仙 毕竟是三星斗仙 这种力量的攻击 太弱了 你若不亮出底牌 我怕你就没有 还手的机会了 泽意摇了摇头 冷笑着说道 眼神之中 充满了不屑 萧炎周身 灵凯护体 体内 玄雷密布 双臂之中 雷光闪烁 与火光 交织在了一起 欲揭斗戚 千尺无影 萧炎眼神微冷 手中天火横骨指 快速挥舞 漫天池影 瞬息而出 池影之中 不仅有火光 还夹杂着电光 二者能量 相互交织碰撞 毁灭性的能量 发出阵阵刺耳的爆炸之声 铺天盖地地席卷而出 显然 伴随着硝烟实力的进步 以及对雷神传承的渐渐明悟 对于体内的雷霆之力 掌握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池影果斜着火光和雷光 缓缓而下 四收到巨树 被生生拦腰折断 那泽异眼神 这才是微微一宁 对 要认真起来 否则你就没有还手的机会了 看来得赶紧解决掉你们 时间拖久了 对我们也是不利 不过忘了告诉你 我可不是四星斗仙初期 而是中期 今日便是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四星斗仙中期的力量 我看能不能一招就将你红杀 魔教吞天树 泽异的背部微微拱起 身体狠狠一颤 汹涌的紫黑之气 便是如火山爆发一般 从其背后喷射而出 最后疯狂凝聚 在那紫黑之气中 化作了一头百丈魔教虚影 魔教虚影只有头颅 身上通体鳞片 呈紫黑通透色 其长着巨口 吐着黑气 蛇信吞吐间 散发着害人的气势 这个魔教乃是择翼修炼之大道 与寻常斗技所凝聚的虚影 截然不同 这魔教虚影中 弥漫着强大的凶煞之气 看上去就和龙翼 只能凝聚一半头颅的本体一般 似来自远古神韵 极为害人 魔教虚影发出冷嘶之声 煞气滔天 长着两根巨大的毒牙 便是轰然探除 去口之下将千尺无影 尽数吞灭 而后带着紫黑之气撕裂空气 蕴含骇人的气势 狠狠地朝着硝烟张口而去 这等声势 寻常的三星斗仙 绝无活路 恐怕一些四星斗仙 都是难以对付 在五色古灵拳旁 已经有几支队伍 在暗自观看双方的战斗 而看见 来自泽异 这惊天动地的魔教虚影时 眼神中 都满步骇然之色 瞬间打消了偷袭的念头 巨大的蛇口呼啸而来 一道惊雷 瞬天动地的炸响 再度响彻四周 萧炎身形助力 此刻 他已是运转太古神雷体 萧炎知晓 这一击 双方皆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可 萧炎眼中 同样也是凶光涌动 看着那气势汹涌的魔教虚影 他的双掌之中 已是弥漫着数十道火莲 但萧炎并未停止凝聚火莲 他知道 这些火莲所爆发的威力 还不够对抗这魔教虚影 所以 萧炎必须凝聚出更多 火莲凝聚的速度非常之快 直至两圈之中 加起来 足有一百道火莲后 萧炎这才停止了凝聚 因为萧炎的肉体在变强 他的实力也在变强 所以 天火火莲的威力 同样也在增强 而寂灭火莲 这种借助毁灭肉体力量的攻击手段 虽然强大 但同样也很危险 萧炎必须要控制好 不能毁掉自己的肉身 不然很有可能 自己的手臂都会被禁毁 一旦没有解决掉对手 那么他可能就真的难以翻身了 这个度很难控制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